今天我们来解决一下我们站立师的问题 两个问题给我反映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挺肚子的问题 就比如说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踏腰的问题 我们来先说挺肚子的解决 挺肚子呢 我们的身体看到了吗 跟我们的上半身和腿都是不垂直的 是等于在两个平面 腿在前面 肚子在后面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让我们这个 肚子沟这个位置 和我们的这个腰肚这个位置有一个什么 它向后 我们的腰向前推移 看见了吗 有一个什么 逐步回到我们原点的感觉 是有一个同时 然后十次第二个点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的胸椎这个位置 也就是脊柱上我们的胸椎的位置 把我们的胸腔向上向前去划 然后我们的背上去直立了 然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 刚刚他的地方也被他给拽起来了 也就是往上走了 但是同时进去这一点 不可以敞开我们的胃 也就是我们的胃部 这次的点 胃骨的一二三四和腹部 要向后我们的胸椎去集中收拾 好之后我们站的位置 我们的身体就得在一个平面上 我们站着就是直的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那个 他腰的问题 他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屁股 和我们的胸椎也是不在这条肌心上 有点很想的是 回收就可以了 那么回收我们就又变成这样了 因为小朋友他有一个屁股走向 所以说需要我们的什么 需要我们找到我们的臀围线 也就是这个位置 那腿和我们的臀部 颜椎的这个点 就是臀围线的位置 然后找到我们的肌眼 臀围线就向上向前去提 肌肌眼向上去找 回到让它回到我们的圆子 身体的范围之内 然后将给我们的双绳 然后腿保持持力 胸腔去打开 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